电影是现代人娱乐和消遣的重要途径之一 无论是透过荧幕上的故事情节还是演员的表演 都能给观众带来不同的情感和体验 近年来,许多好看的电影不断涌现 其中不乏各种类型的佳作 以下介绍极不值得观众品味的电影 《复仇者联盟3》、《无限战争》、《Avanzaus》、 Infinity Wars一部集结众多超级英雄的科幻动作片 讲述了拯救宇宙的故事 这部电影拥有庞大的演员阵容和惊人的特效 将观众带入了一个充满奇幻和冒险的宇宙中 引人陆圣、《环太平洋》、《奇异时刻Pacific Rim》 《Uprising》是一部充满动作和科幻原作的电影 讲述了人类和巨型怪兽之间的战斗 这部电影紧张吃鸡、场景独具特色 有趣的角色和高烧的特效使观众大呼过瘾 和《斗特工3张令英格里斯斯莱克斯》一部轻松幽默的喜剧片 讲述了退休的情报特工再次被召回执行任务的故事 这部电影有趣的故事情节和演员精湛的表演 带给观众无尽的笑声和轻松愉悦的观影体验 《奇幻森林》的《Call of the Wild》是一部以动物为主角的冒险电影 讲述了狗之巴克的成长和冒险故事 这部电影美丽的场景设计和逼真的动物特效 加上演员的精湛表演 使得观众能够完全沉浸在这个神秘而美丽的世界中 以上这些电影各有千秋 从动作、科幻到喜剧、冒险等各种类型 都能带给观众不同的观影体验 除了丰富的故事情节和场景设计 这些电影也拥有优秀的